推荐的一篇源于《环球网》于2023年4月26日《环球网》官方账号的文章引发关注 该文名为《超4万人》网上向麻生抵风学院请愿取消录取韩国部长女儿 该文由记者丁杰云撰稿 小别认为此热点事件正值韩国总统防备 属于超敏战时期不仅美国当地反应强烈 且在韩国国内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现摘转风亡的风向《环球时报》中和报道 据韩国经济25日报道 韩国马务部长官韩东勋的女儿日前被美国 麻生理工学院MIT录取的消息传出后 超过4万人在网上请愿 要求MIT重新考虑这一步去决定 据报道一位名叫Miju Marks美洲妈妈们 各网友最先在changp.org网站发起请愿活动 称韩东勋女儿涉嫌学术不关行为 包括外包代理造假研究论文 侵犯版权夸大奖项和社区服务成就等 请愿书中提到MIT选择无视她的不当行为 是在纵容特权阶级用作弊获得大学录取名额 截至25日11时40分 该请愿活动已获得超过4.1万人的签名 此外一份长达16页的指控 韩东勋女儿的文件也在韩国网上流传 呼吁民众参与请愿 争议声中MIT与当地时间21日表示 将坚持录取决定称录取过程不存在的问题 MIT新闻办公室负责媒体关系的 副主任沙拉麦克唐纳告诉韩国时号 MIT招生部门非常重视学术成绩 会对相关申请人的举号事件进行调查 但是仍会继续坚持录取决定 并出于保护申请人隐私的原因 不会透露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和申请材料 这番回应激起更大不满 韩国经济大师傅之称 MIT的回应在韩国网络社区掀起反对浪潮 尤其是一直坚称韩东勋女儿涉嫌论文 造假的在野党支持者无法接受MIT的立场 提出MIT收手贿赂的说法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 有网友称MIT和其他长青藤大学一样 只要有钱有权 就可以进是一所可悲的学校 不过有报道称上述网友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此外据韩国经济报道 关于质疑韩东勋女儿套课权获得学校度用 名额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 此前韩国就曾出过高官子女入学腐弊事件 今年2月韩国前法务部长官操作涉嫌利用 自身影响力被子女入读名校开货门案检判 一审判处两年监禁 小编认为此事如主日 则韩方兵者曾这位当事人配合案1P 案所在国法律处理此事 或许是以小编将持续跟踪 这个视频呢是个自媒体做的 有的时候这个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官媒呢做的东西呢 官媒的视频也很快就跟上 我一般愿意采用官媒的视频 不是说官媒多可信 是妙不可言 可惜这次没跟上 但是官媒有报道 就是我们说一半 但是另一半就别跟进了 是吧 要不想换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事 又不太想让大家知道 就是这个意思 韩国人都发动起来了 要进行这个 也许是真的 也许是有的没的的 因为这个民对官他就是喜欢有的没的 就是没的我们也造有的 你得自证清白 你要能自证清白 我们就完了 我们就不折腾了 甚至我们还继续折腾 但也有折腾成功的 那不是有判坐牢的吗 如果东边那个国家 恐怕连这种 这个都没有了吧 这个消息 挺好的 韩国高官的女儿 在美国读大学 韩国老百姓不愿意 要折腾它 要折腾成